全世界威力最大的煤矿高效绝境系统 一天的挖掘量可以装满一千米长的货运火车 煤海焦龙号的秘密 等待揭开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其实就是人最早开在煤矿资源的时候一个场景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工作条件是非常艰苦的 我们可以看到全靠人力去挖掘 甚至为了照明人的头上还得绑上这么一个小油灯 那么到了后来 我们就可以在煤层上面打孔 用风钻也好 然后放炸药也好 这也是一种方式 速度就很快了 再到现在呢 那就全靠这种自动化的煤矿挖掘机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据说呢 在不久之前呢 世界上的记录大概是每个月能够绝近一千多米 现在呢 我们国家出了一套机器 这套机器呢 可以说是完爆所有的记录 这套东西呢 叫做煤海焦龙号 它可以在二十五平米的这个断面之上啊 每天绝近一百五十八米 算下来呢 它这一个月啊 就可以绝近四千多米 每天挖掘的煤量呢 能够达到五千五百多吨 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毫无疑问 这一定是一个庞然大物 但这个家伙 它这个速度到底是怎么来完成的呢 为了更直观的体验 煤海焦龙号 这台地下钢铁巨兽 究竟有多大威力 煤海焦龙号设计者之一的何安民 卖起了关子 他首先带领记者来到了一座露天煤矿 准备做一个小实验 这里有原始的煤层煤壁 他让记者在单位时间内 看看用铁稿能挖出多少煤 那么现在我全部武装带着工具 就要体验一把啊 在十分钟之内 看我能挖出多少重量的煤出来 好吧 好 我给你计时 我给你计时 十分钟后 记者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时间到啊 累不累啊 这个不光烈还渣 给它铲进来就行是吧 看看 这是铁巨 大致有十公斤左右 十公斤 我一天能挖出来将近有半吨左右的重量 是吧 那如果说焦龙号来运行的话 一天能挖出多少来 焦龙号大约一天能挖出五千多吨 一天工作八小时 大概需要一万天 二十七年 二十七八年的时间是吧 是的 也就将近三十年了 对 三十年就这么挖 就跟您这一天的工作量是一样的 煤海焦龙号一天的采决量 足够记者挖到退休也挖不完 而这么多煤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接下来 何安民把记者带到了一座煤矿的货运火车站 记者身后火车的每节车皮 能够装在八十吨的煤 那像比如说我们这个焦龙号 还是特别夸张吧 产量说一天的话 能挖出多少的银子 如果拿这种厂八零火车来装 要装这么六十八节车厢 六十八节 六十八节是多长 大约有一公里 一公里的车皮 拥有这么大能力的焦龙号 体型会有多大呢 何安民带我们来到维修车间 这里正在维修焦龙号小子辈身上的部件 这是我们锦下跃进机的捷克部的检出箱 它是拿人体来放 它应该有三米的距离 三米啊 那多重呢 大约有十分钟 焦龙号要大一倍 长度大约是一米 重量呢 大约是二十分钟 焦龙号 紧决定基础部分 是大约三百分 据介绍 这套被称作美海焦龙号的 煤矿决进系统 在神东大刘塔煤矿 投入运行后 创造了一天挖掘前进 一百五十八米的世界记录 是国内平均水平的十倍 是同类进口设备的两到三倍 对于美海焦龙号的构造 专家给我们形象的介绍 两个威力巨大的巨型刀盘和滚筒 是焦龙号龙头的尖牙利尺 它负责挖掘前进 并且能够一次就挖出一个二十五平方米的巨型通道 与此同时 龙的喉咙部位把切割下来的煤 撕成小块吞咽下去 为了让刚刚挖出来的洞子不会垮塌 龙脊椎就是可以同时完成焊道支护工序的设备 而龙身子部位的设备 能够把随时挖出来的煤给运出去 这样一来 美海焦龙号一套系统 就能把煤矿焊道的挖掘支护运输等工作 一口气给全干了 导演给拿了两个 咱们这个美海焦龙号上的金属件 也叫做牙齿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像这个就是用在前方这两个盘上的 它管什么呢 管这个绝境 也就是把这煤挖出来直直往前走 而我右手拿的这个呢 是这个滚筒上的 上下都有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这就是方便这么切割 这样子下来呢 就可以把以前圆形的这种焊道啊 给它变成一个方形的 或者说是矩形的 要说呢 这俩东西拿手里真是特别的沉 而且一看呢 就是用过的 大家可以看啊 在挖掘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产生很高的热量 所以这儿呢 还有这个头部啊 都已经有融化的这种痕迹了 那么我们说 这种设计它的优势到底体现在哪里 这台机器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这台号称全球最大的 美海绝境重器 据说它的诞生 源于美海焦龙号总设计师 张子飞的一个创意 四年前 张子飞被一个问题难住了 始终没法突破 当时煤矿矿井航道 挖掘前进的主要设备 最快的平均每月 能挖掘前进一千两百米 随着矿区产量的逐年递增 矿井绝境队伍也日益增多 这造成了井下施工点多 面广 人员密度较大等问题 地下人员多了 安全生产的压力也就大了 经过研究 张子飞有了一个设想 如果能够大幅度提高 挖掘前进的速度 大幅度提高效率 那么不就可以大规模减少 地下技术工程人员 地下的人少了 危及人身安全的几率 不就降低了吗 交龙号所在的大刘塔煤矿 年产量达到三千万吨 根据2015年一季度的煤矿定价 为每吨五百二十元 每年就有一百五十六亿的产值 根据设计 煤海交龙号的效率 是常规绝境方式的十倍 它的操作人员是八十六人 仅从效率提高的角度来说 可以减少采决队伍四到八支 减少人数近三百人 如果成功推广 这对我国的煤矿产业 绝对是一次跨越式的革命 那么这套煤海交龙号究竟在哪里呢 我们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一睹真容了 接下来和安民带领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修理车间 这里我们终于陷到了真正的煤海交龙号 但是让大家大吃一惊的是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摆放了一地的零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尽管创造了很多记录 但是美海交龙号作为第一台这种功能的超级设备 也需要不断的改进 前不久它出现故障 不得不运到修理厂进行大修 而这样的挫折 对美海交龙号的开发团队来说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时间到回到四年前 在美海交龙号刚开始提出设计理念的时候 很多人就都感觉不可思议 开始说的时候 大家是很不相信 很多人不理解 我当时就把这个目标要把它搞到四千 就越进次要达到四千 大家都一寸不展 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去落实这个事 作为美海交龙号设计者之一的何安民 立刻开始了研究 首先能否从其他国家最先进的设备和工艺中 获得灵感呢 但是他发现问题并不简单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跑了一圈后 结果让何安民十分失望 他发现外国人的技术基本上都没有超过自己的 正当研究陷入困境 此时总设计师张子飞突然有了一个灵感 不时也在自己也在画 前部也在比划 有一次突然就画出来了 画出了以后 这就有个思路了 研究人员发现 目前制约煤矿挖掘前进速度的 其实并不是绝境机 而是挖出来的洞子 需要随时进行支护 要不就会垮塌 绝境的时候不能支护 支护的时候不能绝境 这样的效率就很低 我们就要研究一套快速系统 叫绝境运输支护 可以平行作业 使这个支护时间加长 这样我们的绝境的速度就上来了 如果不是绝境之后 它可以达到六千米以上 越近时可以达到六千米以上 在这个思路之下 设计团队开始了多个课题的同时攻关 两年不到 原型机就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当这个庞然大物第一次组装成功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这台梅海蛟龙号究竟有多大威力 在大刘塔煤矿 薛战军的团队操作着梅海蛟龙号 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表演 终于开始挖掘前进了 通过约五分钟的工作 绝境速度达到了设计指标 大家松了一口气 正案子庆幸居然一次就能成功 此时意外发生了 高推进了 这个当时就是五十米 推进了五十米 发现这个机子就都不了了 作为美海蛟龙号的制造方代表 王学民也十分沮丧 美海蛟龙号的第一次登场 就给所有人泼了一大盆冷水 他只有重新运到修理厂进行检修 这个时候由于第一次的实验就失败 大家对于高效绝境机的研制 信心开始动摇 研发人员情绪也比较低落 但是这个时候张子飞并没有气馁 他安排设计人员重新开始核算 重新制造部件 几个月后 美海蛟龙号第二次下井 这次他又会面临什么命运 决进了几千米 效率是传统的十倍 大流很兴奋 这个效率它究竟有多大 结果这个不是 不知道一次 确实吓了一跳 改进后的美海蛟龙号 在大流塔煤矿投入使用 实现每天最高挖掘前进一百五十八米 创造了这一领域的世界记录 如今 美海蛟龙号又一次遇到难题 不得不进入修理厂进行改进 但是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可以近距离 细致地观察 这台地下钢铁巨兽 美海蛟龙号已经被大卸八块 技术人员正在忙着检修 这台创造出许多记录的美海蛟龙号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 也许从这些钢铁部件上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我们首先找到了它的牙齿 也就是蛟龙号绝境部分的刀盘上的齿轮 这是用特种钢材进行铸造的 可以轻松切碎煤块 这个部件是滚筒 可以切割焊到上下缘的煤层 刀盘和滚筒就是蛟龙号最有威力的部分 快速绝境靠的就是这幅好牙口 一天的工作时段就能够在厚厚的煤层中 挖袍进去将近160米 挖出5500吨煤 但是零件毕竟无法显示它的威力 一个多月后 我们得知美海蛟龙号已经恢复健康 又一次在美海中驰骋 经过一波三折 记者的好奇心已经被调得很高了 当即决定再次前往大流塔煤矿 下到地下矿井中 去探访这台美海蛟龙号 下井前 为了防止在矿井中产生静电 记者穿上了纯棉的工作服 矿灯安全帽和胶鞋 从头到脚都武装了起来 然后坐上汽车直奔矿井下的美海蛟龙号而去 开了半个小时 记者终于来到了美海蛟龙号工作的地方 第一次下矿井的记者十分兴奋而急切 幸运的是何安民告诉记者 这个时候正好赶上美海蛟龙号的休息时间 三班作业 三班作业是八点半进行检修 四点半和零点半进行生产 那么咱们利用这个八点半检修时间 咱们好好看看这个交流 一直走了两百多米 经过长长的龙身 穿过狭窄的维修通道 记者终于可以一探真容 你转过来别动 快设置了 这边还是很难下的 在我身后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挖掘的 我现在身后这个巨大的机器 这个应该就是周末号的 整个最重要的 现在我们离近一点去看一下这个机器 整个我的身体的上下左右前后 这些都是这个交流还有工作的 这个是它的刀盘 刀盘在这个机器上一共有两个 直径是三米九 那么在它的刀盘的后边 有两个滚筒 一个是下滚筒 这个滚筒可伸缩的 它的长度是六米 直径是一米 挖的煤以后 从这拉走 这就像棱口一样 煤是从这要远远不断的 从这进去的 远远不断的破线完以后要进去 那么这个设备 它的总重量是两百九十六吨 检修时间一过 美海交龙号又将开足马力 由薛战军的团队操作开始了工作 这都是什么 我们现在准备停机啊 好 那好 喂 您好 准备就是可以开始 什么机启动 什么机启动 动起来了 我正在没点啊 没错 不敢传着去 没错 有点紧张啊 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机器上 这现在就可以操作了 在美海交龙号的驾驶操作处 记者对什么都感到新奇 据说交龙号的每个部件都有来头 比如记者身边的这台陀螺仪 它就是交龙号的眼睛 它可以实现这个自动操作 风起来了 对 保持这个一个一个运行的安全性 开车一样 导航系统 这就是它的导航 导航意表盘 这个就可以看到前方的一些状况 对 你看这个紫针 在这个绿的区域 对 就说明这个没有偏离 以前的挖掘彩煤机 是靠激光定位指引方向 但是美海交龙号 在挖掘前进的时候 操作人员无法看到前方 这可难坏了开发人员 直到找到了这台 用在导弹上的陀螺定位仪 它是用在我国导弹系统上的 一个怪性导航系统 就给约静师傅呢 展现了一个类似 我们汽车导航的一个界面 地下钢铁巨兽 晾出了鸟牙 疯狂挖掘着煤层 每天 美海交龙号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但是所有问题 都在开发者们的努力下 一一化解 采用高科技的大流塔煤矿 每年的开采量达到三千多万多 使用这套设备 还有一个意义 那就可以大量的减少井下的工作人员 你像美海交龙号 目前它下去之后呢 可以减少井下工作人员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大家也都知道啊 在矿井下工作 那是非常危险的 有他方的可能 有瓦斯爆炸的可能 每回出矿难呢 大家的心呢 都会跟着提到嗓子眼 那么如果这样的设备 能够大力推广的话 那么井下存在的人员越少 那么出现了一些危险事故之后啊 可能导致的人员损失 也就会越低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啊 这套设备的意义啊 就在于更大程度的保护好了 人这种宝贵的资源 再有一点呢 目前在未来的设计当中 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全智能的自动化的设计 那么发展到后期的时候 在井下也不需要有人员 直接对它操作 远程控制就可以了 今后的美海交龙号 每天还会挑战自己的极限 创造新的记录 未来更多的记录 等待着它和它的设计者们 一块去打破 并且开发者们还规划着新的蓝图 据介绍 未来的焦龙号 还将开发出全智能版本 就是一个无人职守的巨型机器人 毫不夸张地说 未来的焦龙号 就是一个地下的变形金刚 大山脚下古宁河畔 竟然挖出一口神奇的泉眼 顺着泉水喷油而出的 竟然是鱼 它们是什么鱼 究竟从何而来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 奇特的泉眼